终年 终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 移动得如此之慢 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 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 一年又一年 总有一天会漠然一惊 已经到了中年 到这时候大概有两件事 使你不能不注意 复文不断地来 有些性急的朋友 已经先走一步 很煞风景 同时 又会忽然觉得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小伙子 在眼前出现 从前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藏着的 如今一起在你眼前摇晃 磕头碰脑的尽是些 昂然阔步满面春风的角色 都像是要去吃喜酒的样子 自己的伙伴一个个的都入折了 把世界交给了青年人 所谓 所谓 耳畔平文故人死 眼前淡见 少年多 正是一般人 中年的写照 从前 杂志背面常有 威廉市红色布丸的广告 画了一个憔悴的人 拱着身子 手斧在腰上 旁边住着 图中寓意四字 那寓意对青年人是相当深奥的 可是 这幅图画却常在一般中年人的脑里涌现 虽然他不一定想吃红色布丸 那点寓意 他是明白的了 一根黄松的柱子 都有弯曲倾斜的时候 何况是二十六块碎骨头拼凑成是一条脊椎 年轻人没有不好照镜子的 在店铺的大玻璃窗前照一下都是好的 总觉得大智商还有几分紫色 这顾影自怜的习惯渐渐消失 以至于有一天偶然揽静 突然发现 额上刻了横纹 那线条是显明而有力 像是吴道子的纯菜苗 心想那是抬头纹 可是低头也还是那样 再一细看头顶上的头发 有搬家到腮旁 汗下的去世 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鬓角上发现几根白发 这一惊 非同小口 平素一毛不拔的人到这时候 也不免要狠心的把它拔去 拔毛莲如 头发根上 还许带着一颗鲜亮的肉猪 但是没有用 岁月不饶人 一般的女人到了中年更着急 哪个年轻女子不是饱满丰润的 像一颗牛奶葡萄一弹 就破的样子 哪个年轻女子不是玲珑矫健的 像一只燕子 跳动的那么清零 到了中年 全变了 曲线都还存在 但满不是那么回事 该凹入的部分 变成了突出 该突出的部分 变成了凹入 牛奶葡萄要变成金丝蜜枣 燕子要变成鞍蠢 最暴露在外面的是一张脸 从鱼尾起皱纹 撒出一面网 纵横符奏 疏而不漏 把脸逐渐织成一幅铁路线最发达的地图 脸上的皱纹 已经不是蕴斗所能烫得平的 同时也不知怎么在皱纹之外 还常常加上那么多的苍蝇屎 所以 织坟不可少 除非粪土之墙 没有不可悟的道理 在原有的一张脸上 再照上一张脸 本是最简便的事 不过在上妆之前 下妆之后 容易令人联想起 聊着致意的那一篇画皮而已 女人的肉好像最经不起地心的引力 一到中年 便一起松懈下来 往下堆摊 成堆的肉挂在脸上 挂在腰边 挂在怀戚 听说 有许多西洋女子 用赶门杖式的一根棍子 早晚浑身乱搓 希望 把腹肿的肉压得结实一点 又有些人干脆 即食脂肪 即食淀粉 扎紧裤带 活生生地把自己 饿回青春去 有多少效果 我 不知道 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 不 譬如灯林 人到中年像是 攀击到了最高峰 回头看看 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 头也不回 夜汗也不凯地往上爬 再仔细看看 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 曾把自己 特碰的 鼻青脸中 有好多处陷阱 使自己 做了若干年的 井底吧 回想从前 自己做过铺灯鹅 惹火焚身 自己做过 撞窗户纸的苍蝇 一心想奔光明 结果 落在 黏苍蝇的胶纸上 这种种景象的观察 只有站在最高峰上 才有可能 向前看 前面是下坡路 好走得多 师奈安 水浒传 续云 人生三十未娶 不应再娶 四十未试 不应再试 其实 娶 试 都是小事 不娶不是 也罢 只是这种说法 有点忠乎弃权的意味 西雁云 人的生活 在四十才开始 好像 四十亿钱 不过是几出佩戏 好奇都在后面 我想 这与健康有关 吃窝头米高 长大的人 拖到中年 就算不易 生命力 已经蒸发殆尽 这样的人 严能再娶 何必再试 福 为他赐宝命 都先来不及了 我看见过一些 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 年轻的时候 愣头愣脑的 浓眉大眼 生姜挺硬 像是一些 又青又色的毛桃子 上面还带着 挺长的一层毛 他们是未经 琢磨过的 菩师 可是到了中年 他们变得润泽了 容光焕发 脚底下像是 有了弹簧 一看就知道 是内容充实的 他们的生活 像是在隐 教藏多年的陈样 浓 而方烈 对于他们 终年 没有悲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立eman 写 为空 越来世 费